而这三起确诊个案也让花莲的零确诊宣告破功了 虽然县政府指出这三名案例算是外地移入 不过这让县长徐中卫在记者会上直接宣布三项防疫措施 第一 餐饮小吃一律外带 第二 一律禁止公寄活动 第三 三级防疫所列项目 民众不按规定 立即开罚不再劝导 县长徐中卫希望乡亲一起携手做好防疫 让疫情赶快减缓 我们从财阀至今对于营业场所有18件 未戴口罩20件 散布假消息两件7人进行的财阀 而下面有三件真为要拜托大家 我们一起来遵守 来遵循 来努力 第一个 从明天开始 我们的餐饮小吃店 请一律外带 第二个 为保护商家 家属 明天开始停止公寄 第三个 就是三级警戒 所列的项目一律即立即开罚 这三件真为要呼吁大家一定要遵守 因为病毒是无情的 病毒是没有休假的 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要全力来大作战 而在调疫 我们的疫调的匡列里面 我们也做好了最好的处理 所以我要再一次感谢所有在一线防疫的所有人员 你们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